有句老话说阎王让你三更死 谁敢留你到五更 因此很多人认为阎罗王就是地府的老大 实则不忍 我们口中的阎王并不是一个 而是有十个 即十殿阎王 他们也只是地府的打工者 那么地府真正的老大是谁呢 在不同的冥界神话体系中 地府的老大不同 地府最早的老大应该就是后头娘娘 自古流传有皇天后土的说法 皇天指的就是天庭的老大玉皇大帝 后土则是地府真正的老大后头娘娘 后土娘娘的起源其实比玉帝还要久远 是道教四玉之中唯一的女神 后土司阴阳玉万物 被称为大地之母 土地之上的一切都归她掌管 冥界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在最开始时 民间认为后土是幽名之主 网上有一种说法 说后土娘娘后来化身六道轮回 这种说法显然是错的 因为道教只有五道轮回 至东汉时期 便逐渐出现了泰山治鬼的传说 人们认为泰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也是世间万物的发源地 所以冬月大帝具有掌管万物生死的重要职能 因为冬月大帝主生死 所以渐渐地 统治地府也成了大帝的司制之一 十点炎君和十八层地狱都归冬月大帝管辖 人死之后还要去泰山报道 所以才有魂归泰山的说法 到晋朝时期 出现了封都大帝掌管阴司的说法 南朝桃红锦在真灵位业图 将封都大帝排在第七位 人们对于封都大帝有一个系统的认知 封都大帝是道教信奉的 主宰明界的最高神灵 掌管着阴间的所有鬼魂和一切阴观 五方鬼帝 十点炎罗等都是封都大帝的手下 他的职责就是统管明界的一切大小事物 承担着追魂捉鬼的重任 封都大帝底下设置有七十二司 但凡是十恶不赦之人 都会被关进封都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而关于封都大帝的来历 相传数千年前有一次地府发生大暴乱 千万恶鬼逃出地府 来到人间 残害生灵 玉帝震怒 命北及紫薇大帝率领天兵天将下凡 诛杀恶鬼 还人间太平 后来紫薇大帝降服万千恶鬼 在幽明地府化身为北英丰都大帝 统领英司掌阅万鬼 为明界之王